大家好 最近一直琢磨着换个键盘 所以就入手了京都精造的这两款键盘K2和K7这两款 还没开封 一会儿我们来拆箱 先说说为什么最终我选择了这两款键盘 因为之前是用的罗技K380 MIC键盘的布局 加上多设备切换的功能感觉非常的好用 但是博门键盘的手感 加上圆形的按键感觉效率不是特别的高 于是我准备换一个键盘 对于训练盘的需求主要就这么几点 第一主要就是办公使用 所以是无线蓝牙的键盘最好 然后是Mac键盘布局 有多设备切换 比方说在多个Mac之间 或者是安卓和iOS设备之间的切换的功能 另外因为不想花太多时间去折腾 所以想买这种大众口碑比较好的 这种性价比的产品 另外键盘当然是越小越好 因为桌面实在是不大 所以挑了半天 最终锁定了两个品牌 一个是在国外口碑比较好的 T-Chrome和日本本土品牌 HHKB这两款 HHKB这个品牌键盘 外形非常的炫酷 有一种老式286386自带键盘的那种质感 尤其是无刻印的版本 B个满满 但是对我来说有个比较知名的地方 就是从亚马逊官网的描述来看 貌似对Mac系统并不是特别的兼容 有这种断联的情况 而且键位布局不太适合Mac系统 它键盘左下常用的位置居然是FN按键 这个对于MacOS过于鸡肋 另一个最主要的就是价格贵 于是pass掉了 Keekulon这个品牌 1万多元的价格还是比较亲民的 各种型号也是挑花了眼 其实就K系列来说 不同型号的区别主要是在于两点 第一个是键盘按键的数量 或者叫紧凑程度 还有一个就是轴体的高度 相同型号下还有区分键盘布局 红轴 茶轴 轻轴这些轴体类型 是否支持热茶把以及背光颜色等 这里不得不吐槽一下 本来我是想买紧凑布局的日语布局键盘的 可是看了一下日语布局 那就要一个一言难尽 日语布局的Key Clone键盘 一共有两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是方向键设计成L型 可能它的设计者也觉得这样挺别扭的 于是第二版变了一下 干掉最下边一排的一个Control按键 设计成了一字排开的方向键 这个更不好按了好吗 本来就按键比较多的日语布局 可能就和紧凑键盘不搭调 而且作为程序员 这种方向按键设计 绝对是要掀桌子的 所以最终只能去选择美式键盘了 而轴体是机械键盘的灵魂 也是转玩法 这里面非常复杂 包括机械轴、光轴、不同颜色的轴体、不同的厂商、触点大小、变成高度、按压力度等等 有不同的细分 就像KeyKulon这个键盘就是选用的我们国产的加达龙、G轴中的红、茶、青轴这三种 但是入门的机械键盘也不用考虑这么多 它有什么轴我们就选什么轴就完了 对于KeyKulon键盘有三种 在日本的各大电气垫都有这种厂商的那种集合了各种轴体的展示键盘 可以去线下店去体验一下 给我的感觉就是轻轴顿路感特别明显 但是有很脆的声音 红轴声音小 不过顿挫感不是特别明显 而茶轴是介于两者之间 其实选购的时候纠结也特别的多 幸好在买之前 无意中在网上看到有人说 KeyKulon键盘就是国内的京东京造系列的机械键盘 于是趁着618的活动 本着是全都要的原则 购买了白色背光茶轴K7 核RGB背光金属边框的红轴K2 这两个键盘在活动期间一共是花了623人民币 加上618买的其他东西一起海韵到日本 因为电池没办法空运 从这个核就能看得出来 上面K2它盒子比较大 第一它是比较大 第二它也比较厚 是因为K2是标准轴的 K7它是一个矮轴键盘 并且它没有缺少对上边F1到F12的盘按键 所以K7是68按键应该是 K2是84按键 然后另外他们因为大小有区别 所以它电池有区别 这个K2它这上面写的是4000毫安时的充电电池 而这个K7它就是比较小了 是1550毫安 这有写K768按键 先让我们打开看一看 我们先看这个K7吧 这个K7打开看看 因为这是京东京造 所以都是中文的 就告诉我们一些普通的说明书 如何连接 如何充电 还有一些快捷键 这键盘好小 这个是这个键盘的主体 这还有一个盒 这是这个矮轴的键盘 它没有最上边这个F1到F12 而是集成在这个1到10的这个显示键里 它这个侧面非常薄 还挺轻的 这个键盘比较便携 这个键盘应该是 对 茶轴的 这个买的是茶轴的 然后里面还有 这个是赠送的 它这个赠送的是Win的键盘 Windows的键盘 然后它这上目前装着的是 这个Mac键盘的这个按键 所以是可以替换的 应该是 然后这还有一根充电线 这是USB转Type-C的编织 这个是 这个应该是 去取这个按键的装备设备 OK 这个就是这个键盘 一会儿和这个KR对比一下 它这个侧面 这是这个蓝牙模式和这个线材模式的切换 应该是 然后这个是不同系统的切换 然后就没了 然后有个充电筹 这个好轻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KR继续 我们看看这个 它这个写的是金属版 材质是铝合金ABS 这个是一个高配版 而这个K7没有这个版本 好像这个也是支持热插拔的 我把这个拆一下看看 这个估计应该会比较厚重 看一下 这个盒子好像比较大 我这个好重啊 这个也是这个说明书啊 这个应该跟那个有点不一样 有点不一样 这上面也写了 Windows用户啊 请替换键帽 就是它标准是配备的这个Mac的啊 Mac的按键 这个盒子比刚才那个要精致一点 这个也是几乎一样的东西 这个是高键帽 这个就是高键帽 然后这个线应该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特别的 是这个键盘的本身 这个就是红轴的 它在上面这一排的按键 然后这个还可以翘起来 然后其他的有什么不一样的啊 它这个控制的按键在左侧 几乎是一样的 MacOS和Windows切换 然后是蓝牙和这个 有线的模式下的切换啊 其他的都是一样 但是它这个就比较重 比较沉 比较高 按键呢 按起来确实不一样 声音也不一样啊 然后对比一下 就我为什么会选择这两款键盘 最后纠结了半天 把这两个都买了呢 是因为吧 这个标准的这个接键盘啊 它一般都非常的高啊 然后你在正常打字的时候啊 一般的有的人 他去就会希望这个底下有个 就是太高了嘛 他这个地方需要有个电手 所以还需要去买他那个 不管是官方还是第三方的那个 电手啊 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 就这样掌托 对掌托 然后托住这个手 让他去打 这样的话 这个键盘相当于是 这本来是个键盘 这就放一个掌托 就显得特别的占地儿 而这种呢 就和这个薄膜键盘的这个高度差不太多了啊 就不需要那个东西 可以看一下侧面 他这个还是差挺多的啊 差挺多的 这个厚度 这个下边这个啊 矮轴就不需要这个键掌托了 然后我们打开敲击一下 下面这个现在是查轴的矮轴啊 他这个 他这个按键按起来 我感觉比上面那个好啊 我觉得啊 个人现在目前感觉 因为他这个按键按起来 因为他这个按键按起来 就是有薄膜键盘的这个打字的这种感觉 就是他这个高度加上其他的一些感觉啊 但是他这个按键按着呢 确实是这个机械键盘的那种感觉 而且键长比较短 我觉得挺好的啊 我这么感觉下边这个比较好 然后上边这个呢 他就是金属边框 然后RGB灯效感觉很炫酷 他这个啊 因为键程比较高 所以敲的时候声音也是比较大啊 嗯 虽然说他是红轴 他这个键盘灯效挺炫酷的啊 有很多很多种啊 挺炫酷的 我觉得比较好玩的是这个按哪个哪个量啊 这是按哪行哪行量啊 这个是全量啊 这种我感觉有点意思啊 他这个声音就比较大 然后另外他是真的挺高的 就感觉 如果手小的什么的人 他底下没个长拖儿的话 确实是有点费劲 我感觉是有点费劲啊 可能他这个翘起来会比较好吧 这样感觉好一点点 但是其实实际上是更高了 手小的确实是 不太可能不太适应 可能需要一个长拖 嗯 他这个红轴的手感其实挺好的 然后 茶轴的这个矮轴也是真的挺不错的 因为他这个F1到F10 这个其实实际上吧 是用不太上了 在macOS上 然后用的上的就是这些调这个呃 键盘的这个背光啊 或者是这个调按声音量什么之类的啊 但这个完全可以用这个F1加这个键来实现 也是没什么问题的啊 我其实觉得这个矮轴的比挺不错的 因为他比较小 比较适合这个桌子比较小的 这些用户啊 而且其实价格上来说 这个矮轴的反而更贵 我不明白为什么啊 这个 理论上这个呃 大个的这个应该用料比较足 但实际上呢 他是矮轴的比较贵啊 这两声音对比 啊 我感觉下边这个比较好啊 个人感觉啊 那今天这个啊 开箱视频就到这了 我们回头见 我要啊 试一下这个键盘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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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